那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就是说 核心能力叫做深度文化体验产品的规划设计和实施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包括我的题目就是文化体验非常重要 就你根植在什么样的文化上头 去构架你的整个产品体系和你的服务体系 这个是决定了你跟其他人的基因的不同 那么我们在这个三大义务板块之上 大家看我们有个比较独特的设计 叫行政探索研究院 我们所有的产品出来之前 一定是要这个研究院对它有研究 研究什么 第一个它独特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这些文化跟我们现在的主张 跟我们国家的大旋律 跟我们的这个需要的正能量 这个中产阶级需要的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是不是一个方向上的 第二个国际化 所以我们现在在全球 跟能够与我们的理念相匹配的这些机构来做合作 比方说跟环博朗峰的UTMB合作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专门研究体验研究院 文化 这个叫国际化 还有一个体验 大家如果看过体验经济这本书 就知道我们公司真的是 体验经济这本书里头写的 应该说是最好的范例 我们所有的东西是放在体验里头去做的 就是你来到我的产品里头 你一定是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是沉浸在我的产品里头 我把你放在一个你逃避不了的环境里头 我不需要把你放在教室里头跟你讲 而是我搭建一个真实的环境 你自己去体验 然后你去收获 我会帮助你去完成这个过程 这些年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地方子公司 有十多家这样的子公司 那子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为我的这个项目做落地 比方说我在甘肃的项目 刚刚说穿越戈壁的项目 那我甘肃公司肯定是它的执行方 然后我在四川环贡嘎 包括我们跟甘孜政府签了一个协议 环贡嘎的五十年步道的建设和运营权 归我们公司 所以我四川公司在干这件事情 同时也在做那几个马拉松 双一马拉松 数到一船 熊猫马拉松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 所以这些公司呢 第一个任务是为我们 这些文化体验内产品的落地做执行 第二个部分做什么 以当地的运营优势为核心 去跟政府达成核心资源的占据和运营 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拿到 这个还甘肢的这样一个五十年的步道的运营权 就是因为我们跟当地政府 能够建立这样的好合作 同时我这个研究院还有一个功能 刚才忘了说 它为处在转型当中的政府 做规划和咨询收费 就比方说新疆 你原来是很多人是来新疆观光旅游 我们那个时候叫观光旅游 那现在这个观光旅游 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人群的需求 更多的人是希望深度的去体验 当地的人土风情和文化 那么这个体验式旅游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会帮政府去做这样的规划和咨询 然后在这个规划和咨询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 你当地的资源和文化应该怎么挖掘 怎么包装 应该建什么样的服务设施 来满足这样的人群的要求 然后其中核心的部分我来给你运营 这就是我跟政府的一个合作模式 同时我承诺把我的高端人群导入到你那去 我们在呼伦贝尔完成了一个零下30度的一个马拉松 那马拉松有两个特点 三个特点 一个是它是呼伦贝尔的边境 就是边境线上跑 一边就是蒙古 一边就是中国呼伦贝尔 第二个就是它的现在当地的温度已经是零下30度了 第三个它是一个口岸游的一个新兴城市 就是未来中国政府马上会开通这个口岸游 你可以直接去外蒙古就跑跑跑着就出去了 这样的那条路还是就几个月前我去探的路 然后那当地政府就非常兴奋 就是你行的探索这些年积累了这么多的客户 对你有年度很深 他也相信 因为我们的赛事口碑都很好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 我们在这一起来做个赛事 然后把这些人群导过来 但今年是做的常试赛 不多人几十个人 但体验非常好 这些人一杀出去就是火种 冰雪草原马拉松 特别好玩的是 跑完就给一只羊 那只羊是中国羊肉里头最好的西齐的羊肉 一整只羊 不是给你一个奖牌就算了的普通的马拉松 他跑完之后就给你一只羊 每个人都有 特别好玩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事情 你看我们给当地政府去做这样的赛事策划 我可以给他导人群 而未来他这个陷入火了 很可能他核心的赛事就要给我来运营 跟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合作模式 但是你会发觉文化是这儿的核心 就是你去呼伦贝尔 你光讲草原是没有用的 那你怎么去能跟他的草原的文化紧密的结合 他不但是草原 他还是跟外蒙连接的中国最好的一片草原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草原的文化包括这个在草原慕名心目当中叫众生平等的文化 全部体现在这个赛事当中 队员去一趟就会回来滔滔不绝的跟大家讲 我所认识的草原是什么样子 边境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看我还给你带了亲朋好友带了一头羊回来了是吧 这个特别棒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文化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我们在市场研发方面呢 就会占据几个热点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包括我们欧洲都有我们的代表处 那么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定义 叫做户外全域旅游产业链的整合服务商 第二个我们为高端的中产阶级搭建一个运动社交的服务平台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方法论 叫行资探索方法论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也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们用文化来提炼品牌 首先第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玄奘之路 到后面我们的什么高端工超级越野 八百流沙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独有品牌 包括我们做教育培训 后面会有专门的部分讲教育培训 我们的原领导力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 不是别人的理论 是我们这些年的实践摸索出来的 我们用文化来体验品牌 用体育打造形象 就所有的我们公司做的事情 一定会跟某个体育运动 某一项什么户外运动 链接起来来打造形象 另外用旅游去落地发展 因为它最终是要落到一个地方上 落到一个地域上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整套的思路 同时体验融合创新 体验非常重要 在它感受进入你这个产品 整个的感受体验是个什么样 决定了你后面对这个客户的年度 和对后续创新的跟随